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主题 就是移民加拿大的三年的黄金机会 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想着移民加拿大 或者你还在十五十六 想着移民哪里好 可以去英国发钱好 还是加拿大好呢 Anyway 我很想讲这个主题 就是2021年至2023年 是移民加拿大一个黄金机会 而这个窗口过后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不敢保证 会不会继续是这样 为什么这个黄金机会呢 有三大理由 从政策 疫情 和政治 来给你参考 第一个从政策去看 原来每年40万的批准移民 这个门栏看上去越来越低 也越来越容易 是由2021年至2023年 我估计大家都收到这个消息 就是两个星期之前 加拿大接受了27,332人 邀请他们来申请这个PR 比之前历史的新高 多了足足六倍 大家都很哗然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但我相信这个不单止是这一次 也会继续会有的 因为其实今年的目标 就是有108,500人 而去年其实他们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又要补回来 所以起码今年 我估计还有起码一次的 类似的情况发生 正如我们的移民部长 Marco Medicino 说 在CIC 新闻中指出就是 这些有抱负的加拿大人 已经在这儿建立了 他们拥有宝贵的技能 而且会回献他们的社区 他们在我们的经济中 某些最重要的方面努力工作 并准备在加拿大建立自己的未来 在他这番话里面 大家要留意他说几个重点 第一他说已经在这儿建立了 代表加拿大里面 入来的人就更加容易 也会说到有技能 经济效益和回宴 这班人其实他看重 有学会和愿意投入社会 而香港人在加拿大人当中 名声都很好 在这方面我相信他们来移民 入来加拿大境内 这个移民更加容易 其实加拿大今年 应该还有一次 类似1至2万人 可以得到申请PR 预测现在到4月 其实讲过会批准5000人 而且他说这个CRS的计分 只是75分 是历来最低的 如果从一个理性来想想 越早申请的人 应该接受的分数是比较高的 而慢慢会比较低的 所以之后2至3年 分数应该看下都不会太高 我觉得对大家 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还有如果透过工作签证 还是读书等等这个途径 今年过来都是最好 因为2022年 读完书或者有了工业 就是疫情之后的 COVID-19之后的经济发展 在加拿大疫情之后 我发觉出现了一些变化 就是发现有一批人 在疫情当中提早退休 这个看回人之常情 但要补回一些工作 就必须要靠移民 那为什么说是这3年呢 因为疫情影响的副影响 其实会在这3年里面 更大之间的出现 除了刚才说到退休之外 其实很多人都开始在家里工作了 而加拿大都是一个知识型的城市 很多有学会 和帮助经济成长技能的人口 和工作的需求 就会大大的急升 才可以支撑到现在的经济发展 一些工种比如电脑行业 医护人员 物流行业 或者建筑业等等 都有一个很大的需求 所以看回2021至2023 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窗口 来使经济复苏 而移民是一个关键 第三个原因就是政治 因为2023年下一届大选 自由党是否继续执政呢 2023年10月16日 其实就是选举 每次都有可能更替政府 这个政策也有改变 而移民政策也不例外 三年后可能会有这么多人 批准移民 其实很多移民 可能对国家的人 都有少少产生反感 而好像去到以前 可能缩续这个政策 很多人会认为这个政策 可能永贫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政策 三年后未必可以再来开放 其次是柱都和自由党 能不能够继续连任 都成为一个问题 现在的总理 都被揭发了几件的丑闻 都其实都有些不满 而2023年大选 可能都会被保守党 或者新民主党来执政 所有改变都不一定 让加拿大继续移民政策来开放 总结里 如果大家真的打算来 真的要掌握今天 如果今年来 其实有机会 在这三年的窗口当中 能够找到教育 TR移民加拿大一个好机会 无论你是读书 或者工作 计算到2023年 可能之前都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我相信2023年后 这个窗口可能会紧缩 到时候可能离 就不一定容易了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考虑 就真的认真地去想一想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可以都给个like 和subscribe我们 来到支持我们的频道 多谢你